中美贸易战在今天正式开打了 加征25%的关税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美国一艘开往中国大连的货船载满大豆 原本想要在6日中午12点前抵达大连港 一路狂飙避免被加征关税 可惜还是没有赶上 估计要被加征上千万人民币的关税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这艘名为马峰号的货船 原本预计在今天上午9点抵达大连港 而中国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 对美国产品采取报复性关税行动 知情人士表示 如果按照计划抵达目的地 应该能赶在关税生肖前清关 也有中国网友在追踪这艘船 查出这艘从西雅图开往大连的船 再满着上万顿的大豆 正在以13.5节的最大航速 在黄海上奔驰 争取在大陆对美国大豆 征收25%惩罚性关税生肖前 靠港清关 如果没有赶上 就要多交付几千万人民币的关税 消息人士指出 这艘大豆的买家为中厨良总公司 该船载有的大豆价值 超过人民币1.5亿元 如果不幸被加征额外关税 损失将超过上千万人民币 按照船讯网的资讯 这艘轮船在今天上午9点就能到港 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让到港时间拖延 尽管中国延后了12个小时 才对美国商品开征关税 还是美能幸免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